中午吃飯時間 國小學童餐盤裡青菜 肉蛋湯水果通通有 小朋友抓起湯匙 大口大口吃下去超滿足 但在高雄卻發生 小夜孩子帶回來的餐盒一打開 家長驚呆了 裡面只有巧克力蛋糕 奶酥麵包 蔥香麵包和黑豆奶 隔一天是副羅麵包 兩個肉鬆麵包和果汁 一連三天 說好的壽司和飯糰 哪去了朝陽春 讓家長氣詐之一 根本沒有把關營養午餐 都是高碳水化合物 三天下來唯一變化是飲料 泡紅午餐根本不營養 當然會覺得這樣營養是不均衡的 下面包裡面可以有放 葉菜類的或者是放玉米類的 最近國小在高雄古山區 小一新生連三天吃餐盒麵包 家長也在群組裡罵翻天 吃麵包有夠可憐 還連三天都一樣 真的買不健康的 這三天應該沒有營養師把關吧 校方緊急發聲明 說8月30號到9月1號 只有小一新生吃餐盒 不留下吃養午餐是幫助適應校園 但因為颱風影響 米製食品不能久放 才會把飯糰壽司換成麵包 似乎把責任推給颱風 但那三天高雄幾乎沒有風雨 虛心的檢討跟接受 所以我們從下個禮拜一開始 我們就正常攻略 雖然麵包餐盒都有事先告知 但教育局說話了 午餐菜單更動 校方沒有先送審核違反規定 近期會派督學督導 三天內招檢討報告 小夜孩童飲食需要均衡 但一連三天只吃麵包 難怪家長受不了 介紹王書宏 高雄報導